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画面估计很多小伙伴都看过 海岛哥斯拉模式也正式上线了 那这个模式要怎么玩呢 这期小子就带你了解哥斯拉玩法 该模式的哥斯拉有三条行径路线 分别是从S层开始 从巨感南面开始的 和P感西面开始的 虽然路线不同 但整体的玩法都是一样的 在哥斯拉的路线上有多个图标 到第一个图标之前 哥斯拉会对天空喷射蓝色关注 结束后会掉落多个蓝色的哥斯拉晶体 这个晶体你可以理解为手雷的加强版 不仅独秒时间缩短 爆炸的伤害还不想搞 丢出两个晶体就能摧毁辆车 而且爆炸还会带来持续的扣血效果 热气球图标就不多说了 特讯导的铜管效果一样 然后是建筑的图标 这是APX营地 当哥斯拉经过营地后 会使用甩尾动作把建筑破坏 建筑内有一个营地物资枪 里面会掉落空头物资 当然每局来抢的人也很多 地图上还有小怪分布 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越高级的区域小怪数量越多 中低还好 高级怪建议和队友一起消灭 哦对了 可能会有人想知道 哥斯拉喷射的关键威力怎么样 你们看一下就明白了 标记了一处地点 嗯 傻子牛皮